真的没有手机呀 这个也是行不通的 但是我最近看了一篇人家传的文章 昨天晚上看的 师母拿给我看的 好像我们的弟子传给大家的 他说不能只靠手机呀 也能够留一点现金在你身上 当你有战争的时候 或者有天灾地变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电了 你手机有用吗 手机就没有用了 你到了超市 你说我用手机来付钱 对不对 很多人用手机付钱的 支付的 就是用手机来支付 用手机里面的那个银行的运作来付钱 那说没有电呢 所以那个短文里面就是写着 你身上或者家里 一定要放一点钱 等到战争或者天灾地变 那时候没有电 断水断电的时候 你到 你去买东西 唯一有用的还是现金 不能全靠手机 所以人平时要有危机意识 你到时候只有手机 你什么那个身上一毛钱都没有 你会饿死 你会饿死